大家好,我是基本東西的阿欣 今天想和大家講一下寬關節的活動 我坐在椅子上 應該和大家平時工作或者沒工作的時間的坐姿類似 寬關節可以看到大腿骨和驅降之間屈曲了90度 所以我們的寬鬱肌群長時間都縮短了 而我們的身體後面包括大腿後肌和屁股 就是全時間處於拉長的狀態 所以結果令到我們的身體尤其下半身 其實在這個位置肌肉沒有彈性 我們希望透過訓練可以把這些本來應該有的幅度 能夠找出來 那我們開始吧 我們先靠著一棵牆 可以離開它大概半步就可以了 我們會做一個寬鬱身 我們叫Hit Hinge的動作 兩隻腳站到肩膀闊 膝頭和腳尖都微微只向外面 兩隻手放在旁邊 看著前面就可以了 嘗試想像一個坐的動作 但是我們是向後坐的 膝頭少少曲 把屁股向後推 上半身向前折 這個位置我屁股現在碰到牆了 我把屁股推向前起來 所以就是一個向後向前的動作 做得到的話可以試試站前半步 不要走太遠了 因為走半步已經差很多了 做到剛剛的預備 屁股向後推 上半身向前折 站起來 你會發覺我們每向前走一步 幅度是會大了 除了是屁股向後的幅度之外 亦都是上半身向前折的幅度 所以現在走到一個接近我的盡頭 應該上半身可以接到幾乎面向地下 一直去的時間 屁股一直向後推 上半身可以一直向前折 視線微微望向前折就可以了 腰可能不要讓它彎 推出去起來 大概就是這樣 大家可以試一下 從一個舒服的位置開始 每一步踏出一點 到一個你發覺不能承受的位置 在那個位置做三到五下 每一下稍微做慢一點 三到五秒 我們每一下做起身的時間 其實就是大腿後肌和屁股 在做這個法力 久而久之 活化我們長期不動 和沒有彈性的肌肉 就是這樣 大家好好練 我們去看 我們去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